以後都不再來香港了 大家好!大家好! 大家好!大家都知道 自從中港兩地正式開關之後 再加上香港政府又說好香港故事 又推行HELLO!香港!這個政策 所以近幾個月 這麼多香港人都不難發現 有越來越多的大陸遊客都過來香港旅遊 但最近我發現 就有越來越多的大陸遊客 當我們來到香港時就不斷抱怨 又說這個不好那個不好 甚至有些更加說 以後都不來香港 今天就等我為大家整合一下 我在這兩個星期中所見到的 大陸遊客對香港抱怨的新聞 就等我告訴大家 究竟一群大陸遊客如何說好香港故事呢? 事先聲明 我接下來所說的內容 並不是我交談 又或者是特地去抹黑香港 而是真真正正由一群大陸遊客 去分享他們來香港之後的感受 OK? 好了!在這條影片開始之前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給我like、share、comment 訂閱我的頻道 又或者我現在沒有影片支持我 如果你想要更多的 亦不妨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 又或者IG 好了!事不宜時 我們現在立刻開始! 想看一件事 就是最近 有一位中國的KOL 跑來香港旅遊 正當他乘搭了香港的士的時候 居然是遺留了他的電話 當他用另一部電話 打給他自己的電話的時候 那位香港的士司機 居然是要脅說要他給500元 才能夠拿回他的電話 你師傅 喂? 你別管了 總之我說500500 那你要不要把我的電話 你不要搶 錯! 是好過去搶 正正這件事 一位中國的KOL 特地拍了一條影片 去跟大家說 而且更加說 一件事是令到他覺得很不開心 很不舒服地說 就我個人而言 我自己就覺得 你不小心留下了你的電話 在的士那裡 你付500元也很合理 但那位的士司機 就不應該用這種老人風的心態 要你付500元 OK? See you in Hong Kong 你別管了 總之我說500500 第二件事 就是有一位中國旅客 在小紅書上投訴說 當他在香港去K11 Museum的時候 當他聞到那一陣香水 令到他很頭暈 好像中毒一樣 而且一位中國旅客 亦是非常用心地 在一個帖子裡 特地拍香港旅遊 還要拍了兩次 你說究竟他對香港旅遊有多麼不滿? 而且在下方留言 亦有很多網民都附和說 自己都頂不上K11 Museum的香味 覺得很難頂 很想吐 但如果你問他的話 我覺得... 是的 作為香港人 我想不明白 為何K11 Museum的那陣香水味 是可以這麼奇怪的 又甜 甜得來 又令到別人想作吐 又容易頭暈 先說一句 基本上以前 跟我女朋友 走K11 Museum的時候 我全程的狀態都是這樣的 我去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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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11 Museum K11 Museum K11 Museum 第三件事 就是有一位中國的旅客 她近日來香港深水埗的時候 就遇到一個鬼異的遭遇 正當她晚上去深水埗公廁的時候 她當然發現公廁中 就站在十幾個人 全部都不是阿屎阿尿 還要是背著一位中國的旅客 可不可以不去 哈哈哈 你怎會猜到 在香港 晚上去公廁都可以這麼熱鬧 會不會是那群人 正在準備發揮香港國際大租會的美語 就是怎樣 就是屁股了 你真是很慢 就是最近 在二月份的時候 在深水埗就已經發生了三宗的棧人個案 朋友 所以郭氣旁 那就希望你們一班中國旅客 你真的不要最進步 storm 可怕小怪 真的這樣事 在香港人可以上手 是平常不過的 說將你même生日 裝了 如果你有一天 這個時候 真是讓你這麼高 香港國際大租會的表演的時候 你很高 說一下 一般人去旅行 都只是去飲飯去吃 但你去旅行是要去投胎的 第四件事 就是有一位中國旅客 他打算來香港聽JJ的演唱會 但事後居然在小熊書哭訴說 事後就是一位中國旅客 他去聽JJ的演唱會時 覺得他的眼睛有點癢 所以他就拗了 但拗完之後他就發現 為何會這樣呢? 只是拗人而已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人拗人拗到你的眼睛 你怎麼了?是不是敏感? 但我想說的就是 其實你自己拗人拗到這樣 跟香港是沒有太大關係的 為何是你拗到這樣 然後就說不來香港才行? 不過我想一位中國旅客都是開玩笑的 應該不是真的不再來香港的 buna 讓你到香港 是有一群中國旅客 早前來到香港 怎知道其中一位親友居然是 大腿抽筋 心跳加速 令到他們就車子叫聲 送一位親友到香港醫院 正正因為這件事 裡面有一位中國旅客 抱怨說到 我在網上明明見人說 香港叫白車是12分鐘內到的 但是現在居然是17分鐘才到的 而且由叫白車再到醫院 見醫生一個期間 都用了差不多一個小時 而且我們去的是公立醫院 所以真的沒有服務可言 那你想怎樣? 想不想我開火箭車到醫院那裡? 最近有一位來自廣州的旅客 她來香港的藥房購買珍珠粉 正當她結帳的時候 居然發現 撐這個費用! 是要3萬8千元 那時候一位中國旅客 就說那位藥房的職員誤到她 這期間一位中國旅客更加被那群藥房的職員恐嚇 就要求她一定要付錢才可以離開 現在路了 正正因為這樣 這位中國旅客說到 以後都不會再敢來香港的藥房購物 唉!真的! 老實說 不要說你們一群大陸人 就連香港人 以往在香港去藥房的時候 都是要選擇去的 那我就好想說 我們香港都有不少藥房 其實都真的... 是挺混亂的 所以希望各位海外又或者國內的觀眾 如果真的來香港買藥的時候 就真的要... 小心點啦 還有在這裡 我也想多謝這位中國旅客 利用你的親身經歷來告訴大家 香港好故事 我代表李家超 多謝你 OK? New Experiences 那好啦!今天就說到 在這件事上 其實我弟弟都只不過來找了 過多兩個星期的新聞 但是呢 大家都可以看到 有很多新聞 是說一些大陸的旅客 對香港白滿的 所以你還在說什麼 Hello,HK 吸引人過來玩 我好像很認識人啦 那麼最後今天帶大家到這件事 任職的觀眾也不妨阿明打分啦 那麼那麼多一句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按讚,訂閱,按讚 訂閱,按讚,訂閱,按讚,訂閱 還有按讚,訂閱,按讚,訂閱 還有按讚,訂閱,按讚,訂閱 拜拜